这是邻居大姐自己种的菜 就饶上给我送了 还带着露水 这个新鲜的 我一会就吃一个 那姐姐种的菜才好呢 长得可茂盛了 两口都天天在园子里头折腾 真能干 我现在想要上猴哥那工地呢 他在别处买材料还没回来呢 说现在去有点早 然后回家等一会 我们家孩子这么浅 有的学习了 有上网课的学习了 有的没浅 我在外边溜达溜达 现在还不是太热 可能没升到30度 这两天天气确实挺热的 我现在沿着我们家走 往北边我看看那个房子 挂出来挺多天的卖没卖 我就好奇这房子 你看这家这个房子也挺有意思 这个是老外人家 这房子多古色古香 不止一百年了 他家的摆设也是 虽然是纯老外那种老式的 老年人那种装饰 就新弄一个旧自行车摆着了 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个装饰的 自行车栏里头 放一盆花 这女主人叫 这条老街 她去年就铺这个历青路的时候 刷漆 然后在门口 这块拦两个椅子 总有人在这走 当时那个路面也正在修呢 很多行人就上她家院子里走 后来她没办法就在这院里 坐在这块砍子 后来猴哥我俩先溜的 走到这看见了 我猴哥回家拿了一捆黄酬袋 就黄布条那种井式 井式条子 给她了 让她绑着 哎呀她老感谢了 跟帮她围着一圈 完了这行人就走不到她家院里了 第二天这个书栈呢 弄完之后 还跟我送了一瓶红酒去 哎呦 给我弄的 哎呦 我说这老外是 这感觉不欠你人情似的 立马就给你还过来 这条街往那边是个小学校 还有爱定格高中都在这走 很近 就是百十来米吧就到了 路尽头 看有红灯呢 这路尽头就是爱定格高中 这个高中也挺有名的 出过不少名人呢 什么文艺界的体育界的明星都出过 叫啥名字我都不知道 这条街 这条街当初来看房子的时候也是喜欢这个树高 房子也很古朴 我是喜欢这个 所以看见这个房子 当时就订下来了 当时就订下来了 一个是喜欢这条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房子也适合后哥我俩住 院子大 他喜欢能打理 然后房间多 我还能收几个小孩 我就是这么想 我当时就订了 就这条街上有很多人家都是那种老人 就是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 挺有意思 看这边这房子也是 都有些年了 也是老外国人住的 应该叫西人 有朋友提醒了 我们才 咱们来到这才是老外呢 还有这家 这家门口还摆一个小树橱 也是一堆老人 他院里弄的挺有意思 什么风车风铃啊 这些东西都有 尤其他这门口的小树柜 这是一个小房子 里边是树 还写的什么 特可不可 拿走一本 再放了一本 就是给大家提供看书方便的吧 这在其他地方也看见过这种 就是这种就是看书的方式 然后去年呢 他家院里还摆过open yard的 就是卖一些家里不用的零零零星星东西 我也在他家买过 我走到这了 我先住邻居了 往路买了三个那个小金矿 一块钱一个 我在家里地下室那墙上挂了呢 当时是刚搬到这来 那时候那一天两家摆open yard的 今天是因为疫情所以没有人摆了 我现在赶明我摆一次 先大家看看 或者是我在别处遇到时候 一定要拍给大家看看 就是open yard的就是 open仓库的意思吧 就是把不用的闲置的东西拿出来 都是很便宜 就是大伙路过的人 看一看有谁需要的就买了 我那年刚来的时候 还买过吉辅那个十字绣呢 挺好的呢 五块钱一个 三块钱一个 那十字绣绣的都不错 这我儿子那房子地下室好像还有一个 等赶没有去我拍给大家看看 就这块老外吧 有一些传统保留下来的东西 挺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我可愿意看这个了 所以就是二手电查 有时候喜欢猴哥 我们也喜欢去逛去 所以这回猴哥拉回这东西 这两天我也想通了 他喜欢呢 我就给他仓库里 车库里的腾出一块地方 让他打两个后驾 他没事摆呢 就把冬天有个事干 他折腾来从那边折腾那边 那边折腾那边 他也省得闹我了 所以啥事都往好处想了 随他去 现在就是他高兴 开心就好 开心不发机会 不抱怨就行了 能保持身体健康就好 也没啥太大愿望 到了 就是这家 这家房子在卖呢 挂了可能有一个月了 还没腾出来呢 这写的什么 康明素文 那写的啥 这房子不到卖多钱 可能也得不少一百几十万的有 后边是森林 还有一个树屋呢 我都多长时间没过来呢 没走了 这段时间实在太忙 今天是收垃圾日子 所以家家垃圾桶都在外边摆了 看这家门口这么多大树 后院也收树 这条街可幽静了 这家房子是去年卖的 我们家那个大桌子和猴哥屋里那鞋子台 就是在这家买的 是一个伊朗人 房间房主 买房的时候 完了那个 那大桌子 往回走了 一会还得上猴哥工地 说到哪去了 又忘了 就脑袋 刚才说那啥 说这家 说在这家买的旧家具 猴哥那屋里那个鞋子台 还有吃饭那个大木猪 是在这家买的 一共两样花了 花了多钱 花了 喂 刚才有一个印度人给我打断了 他出来他说的我拿个手机在干什么 他说问路不路他家 我说我在路这条街道 我朋友想看看这个房子 我说我看看这个房子 路路这个街道 这个景色 他给我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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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就是买这个旧家具的事 那个桌子 那个大桌子 还有那个 猴哥屋里那个 鞋子台也是在他家买 两样花了 两样花了一百五好像 一百五家元 完了那个电视底 那大桌子也是他家 他家不要的 那个是在门口 放到门口了 我们捡回来的 那个大桌子当时买电视棍的时候 我出去看好几个家具店的 像一家的哪块 都可单薄了 然后还 也得几百块钱 最便宜的二百多 那简直都不像样了 我一看 我说这个柜子 行拿回来吧 当电视棍先用的 现在没有钱 买好的太贵买不起 买便宜的你还看不上眼 所以就拿这个先用的吧 反正这个房子屋里 也是装修都很多年了 嗯 就先展示这样用了 这个印度人包 包我那个什么 给我这个思路给我打断了 我刚才就说这个事 这个画树 这是叫雪画 不是白画